大家好,我是洛峰林 不过从细节上跟以往的历代机械格斯拉都有很大不同 特别是爪子 四指爪钩的设计是第一次出现 另外从前段时间的这张泄露图来看 这里的机械格斯拉背棋 平常状态应该并非完全是红色 只是机械内部闪着红色灯光 或许在影片中机械格斯拉发射光线或者暴走时会完全变红 另外虽然这款机械格斯拉的四肢拥有看起来很厚实的装甲 但是整体身形却显得鲜瘦不够敦实 除了这些周边图 关于这款机械格斯拉的一些备注信息 我之前也已经介绍过 机械格斯拉是被APEX组织打造出来 用来消灭格斯拉的机械怪兽 而且有一招Proton Scream的招式 当然目前并不明确的是 这款机械格斯拉的打造除了应用到基多拉的断头之外 究竟都应用了哪些材料 有一些推测听起来比较合理 格斯拉一中远古格斯拉的骨架 应该也被用到了 因为这能合理的解释 机械格斯拉为什么会做成格斯拉的形状 假如只是单纯打造一个机械怪兽 为什么不做个机械基多拉或者机械金刚 除了机械格斯拉 在影片最新发布的中文海报当中 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怪兽 一个类似于蜘蛛的节肢动物型怪兽 在日版格斯拉系列当中 蜘蛛造型怪兽最经典的就是酷蒙家 不过并没有听说传奇有向东宝购买其他怪兽角色的版权 所以这头蜘蛛怪兽应该也是原创怪兽 类似于战争蝙蝠地狱鹰一样 是生活在空心地球当中的怪兽 之前主唱说过 在空心地球当中会登场许多新怪兽 期待后续能够看到更多新怪兽的登场 目前影片中确定会登场的怪兽已经有七种 格斯拉 金刚 战争蝙蝠 地狱鹰 爬蛊怪 未知蜘蛛怪兽 以及机械格斯拉 格斯拉大战金刚将于3月26号在内地上映 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漫长的等待终于快要结束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觉得不错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